那你拍那个末代皇帝的时候 你最难忘的呢 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就是最难忘的小故事 当我看见曾经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是在故宫的那个现场 然后呢我又不敢去跟他打招呼 然后就现场的就把我领过去 就说皇帝 这就是你的爱妃 妃子那个魂秀 然后他一抬头一看 然后就啪一笑 哇塞非常白的眼 你跟他合作是什么 最初什么感觉跟他 他是什么样的 他的一种可看性 他这张脸的可看性 我觉得有很多 其实是一个充满了秘密的人 他的生命经历里面 一定有许多东西 不为人知 甚至不可告人 这样的脸这样的眼睛 是在荧幕上容易有力 那孜隆 是有这样的 天真就有更神 你会特别的被这种人吸引吗 年轻的时候会 现在也会 他是让男人看了会嫉妒 让女人看了会融化 尊龙 明天真是让男人看了会 养女人看了会 明天真是让男人看了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